同学们好,我是赵博士 最近搞到了一份资料 初中教师转正必做100题 我看了一下,这些平面几何题目质量都很高 有的甚至是世界名题 远没有他的题目说的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秒杀系列 也就是用比较快速的方法 把每道题做至少一个解答 并且尽量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做 好的,我们先每道题给个十几秒的时间 先看一下题 继续我们的100题 第19到21题 19题结束 20题结束 21题结束 进入我们的问题分析阶段 第19题并不难 三角形ABC H是垂心 AH长度有了等于2 然后BD等于3 CD等于1 求三角形AOH的面积 这个题我是用三角法做的 因为它是求面积 然后面积的话 AO是外界源半径2 AH又等于2 那这个角度 OH它事实上它等于C-B 所以三角形AO 所以三角形面积就等于AO乘以AH乘以3 C-B 那如何巧妙地计算这个式子 因为AH已经知道了 那根据条件BD等于3 DC等于1 这两个式子可以转化成R SineB CosineC和R乘以CosineB SineC 那一下就求出了面积 我们最后会给出计算的步骤 第二十题 角DAC等于RX 角ACB等于4X 角B等于3X AD还等于BC 然后求角BAD 那这个题目 我是利用正弦定理来做的 然后借助于BC等于AD的话 那么用正弦定理计算一个相同的比例 比如说BC比上AB和AD比上AB 然后通过列方程 可以找机会求出X的值 那这个方法事实上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方法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它并没有强制你要求做出某些辅助线 只利用正弦定理列式子 然后处理这个三角表达式 怎么说呢 它有时候也需要技巧 就是解三角方程的技巧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用三角法比辅助线更稳一点 因为辅助线你有可能做不出来 好 我们最后也展示一下这个解题步骤 当然这个题要做辅助线 也是很容易的 就是做这边做一个 相当于是ABD的一个反射 不说了 第二十一题 角ABC等于90度 然后D为AC上一点 首先E是BD的终点 角1还等于角2 求证 角ADB等于两倍的角ABD 那这样一道题目 那首先的想法就是 如果做一个相等的角 让它等于ADB 那么假如这一点是F 那么我们有两个全等三角形 BFE和ADE 那同时这个角是等于角1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三点贡献 并且AF是一个等腰梯形的上底 那利用我们的直角的条件 然后再延长这两条辅助线 这个问题其实就解决了 好的 我们最后看一下具体的做法和步骤 第十九题解答 刚才说了就是计算 二分之一R乘以赛影C减B 乘以AH AH直接等于R 那就消掉了 就求R乘以赛影C减B 那么BD等于C乘以一个 cosB等于2R乘以赛影CcosB 那同样CD等于B乘以 cosC等于2R乘以赛影BcosC 那由这两个式子直接相减 就得到了2R乘以赛影C减B 所以三角形的面积等于1 第二式题刚才说了 思路就是利用正弦定理计算三角比值 那利用AD比上AC等于BC比上AC 得到一个关系是 三影4X比三影6X 等于三影7X比三影3X 那这个看着有点吓人 其实很好处理 把三影6X乘过来 先约掉3X 那两倍的三影7X cos3X 再直接用一个激化核差 那就是三影10X加上三影4X 那三影10X等于0 所以X等于18度 经过计算可得 BAD也等于18度 第二十一体做辅助线 做等腰T形ADBF 那么三角形ADE 全等于三角形FBE 所以较FBE等于较ADB 因为较E等于较2 所以FEC三点贡线 那AF又平行于BD 所以延长两条直线相较于点G 那么AF等于GF 所以F是直角三角形ABG斜边的终点 也就是说FB是等于FA的 那所以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较FBA等于较FAB 等于较ABD 那要正的结论成立 好的 这三道题已经结束了 谢谢收看